騎樓一樓 火勢猛烈 濃煙不斷竄出 幾乎把整個建築物都包圍住 騎樓下的幾輛機車無一倖免 坐墊全被燒毀 甚至還有一輛被燒到只剩骨架 消防隊全力滅火的同時 也出動雲梯車 因為頂樓有民眾還在等待救援 還聽到電鑽聲 濃煙就出現了 還好有及時脫困 火警意外發生在新北市瑞芳區 劫於坑路的一間鐵工廠 16號中午11點多 不明原因突然起火 消防人員到場發現 現場遺留了疑似焊接用的雅氣鋼瓶 是不是在工作使用時 引發火勢還要釐清 起火點目前從我們火災現場 這個狀況來看 是在這個一樓的中後段的地方 發生這個起火 至於實際的起火原因 還是要由我們新北市消防局 火災見識中心的同仁 來進行相關的火災見識工作 火警發生當下 二到五樓的住戶總共有七人 其中三名大人和三名小孩 逃到頂樓被雲梯車救下來 另外四樓還有一人 也有順利脫困 其中五人預防性送醫 沒有大礙 工廠內部焦黑一片 燃燒機台和鐵架等等雜物 總共二十平方公尺 年前生財用具燒光光 樓上住戶也虛盡一場 TVBS新聞流行回眾 宣機龍採訪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BGM BGM 感谢观看